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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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緊張 下半場仍然是當門有機會比較多 這球球李老師這樣撞過去 她又是過不了斯蘭 斯蘭的表現都可以說是 真是最佳用的就是 幾次的必入球 這球球被人遮住的 這樣也被她撲到 來到下半場 這邊轉到青武雲子 這球球真的收死了 這個圓章那種歸納 61分鐘 這個罰狗聚得很厲害 一搓搓過去 過完人場之後 就在人場頂急追回來 61分鐘 才可以紀錄的是 作客的漢諾威 這邊還有一個攻勢 又是青武雲子 可惜這球球也是射得太棒 過不了就是韋進輝 這邊也看到 漢諾威這邊的領隊相當緊張 雖然及後 89分鐘 布斯蘭也是兩王一紅 被趕離場 但也影響不到這場球的戰果 看完這場球之後 也看到 究竟多蒙特勝的發揮 真的不太好 所以這場球 輸亦無話可說 希望高普以後更加努力 另外 接下來 我們接著要看一場球 也是挺大的比數 這場球總共有九個入球 是史亞加作下法蘭克球 其實在賽前裏 這兩隊球其實都不是在前列 暫時都是中下游的位置 但其實兩隊都可以在得甲來說 算是一個老牌的球會 事實價也不需要多說 法蘭克福雖然浮浮沉沉 有時會降班 下回得越 但很快都會升上甲組 所以這兩隊的碰球 雖然猜不到他們真的有這麼多入球 但這場球也看到梅花簡竹的入球 我們可以去看看這場球的精華 看看這九個入球是怎樣發生的 接下來看這場的賽事 就是由法蘭克福主場對著史亞加 居然有九個入球出現 亦都可以欣賞一下九個入球 到現在為止 差不多是最多入球 開球21分鐘 到這邊就憑著麥倫 先為法蘭克福就是先開紀錄 首先是角球開出來 然後撐他後邊 撐他一下中微的 然後保重麥倫 門口又很輕易地撿入 但是去到這一邊很快 就在史亞加 憑著就是克力克 這個入球雖然有少入球之軟 但是他很冷靜 把他撐回一比一 這個球有沒有入球呢 其實就見人見智 但其實看到克力克的位置 是少入球的 另外去到三十六分鐘兩分之後 又是他 克力克在門前又是撐一個死雞 叫做很短時間裏面 已經攀平了就是2比1 來到下半場 這邊有個漂亮的球 看到珍德拿 忘記了撞球之後 很冷靜 躺到遠處那個位置 網仔入 領先是3比1 但法蘭克福這邊 都是不放棄的 57分鐘的時候 美娜他們的射手 又在門前撿雞 把球撞到入網裡 是有少許犯錯的 這個史亞加的後防 追成3比2的紀錄 跟著艾茲娜 這球至於長傳 在小欽區各個位置 就抽到遠處 追回3比3 還有麥倫入第一球的功臣 65分鐘至於佛球 零零射射一個跳起 永遠射射成4比3 但是去到臨完場前 就說了 靠著自己的個人突破 81分鐘打算追成4比4 誰知還有84分鐘 真得拿 至於佛球 在門前見功 對著這場更多入球的賽事 看完兩場的德甲賽事之後 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也可以和大家看看聯賽榜的位置 看見現在在德甲裡 仍然排頭的 就是拜仁慕尼克 雖然在上一周裡 作客賽和了無信加魄 但仍然以21分 高舉這個榜首 跟著的就是無信加魄 上一場球都打得不差 迫到拜仁和他們互交白卷 至於第三位就是 還有玉爾夫斯堡 另外賀芬涵和 尼華古信 都喜歡得挺貼的 另外 勉恩斯其實都已經開始 有少許甩開了 至於榜尾那邊 我們都看看 榜尾那邊 現在仍然是 雲達不來梅 就排在尾 只有4分而已 但費雷堡 漢堡 多蒙特 其實情況都不好很多 也是 都是了 繼續幾支的老排球會 仍然在榜後面 包括邵克04 另外赫帕林 和史德加都是 其實上星期幾對球有起色 希望幾對球 就打上去 和中間的位置 因為拍得博恩 奧格斯堡 科隆 其實現在的分數 已經有一段距離 但如果你說這樣 變成幾對老排球隊在下面 變成幾對老排球隊 就要做一個護級 真是 德加來說 變成一個大周圓 唯一不同 就是仍然 巴仁茂尼克在榜首 其實他們現在的攻守 都已經是 差不多最強的 可以說 21球球 也只是失兩球 雖然上一場球 和了 無准加法沒有入球 但其實那場球都見到 都可以說佔盡優勢 只不過 得勢不得分 下星期 巴仁茂尼克在德國盃 之後 可不可以就不同了 相信 以巴仁的後備力量 要在德加肺盃贏球 絕對沒有問題 另外 要看的 就是綁給了幾支老排球會 究竟可不可以 今個星期 就是重出生天了 因為後面 有4分、5分、6分、7分 要追的 可能有點困難 好了 我們今天 評球品中 也差不多了 記得了 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 看看歐洲球場有什麼事發生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以後和大家說聲 拜拜